看到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小三通卻持續未恢復 國民黨金門立委陳玉珍12號率團 到廈門跟中方溝通小三通的事宜 今天回到臺灣 他說了這次行程跟中國 都有討論到詳細的規劃 還有小三通恢復之後 後續應該怎麼做 他因此喊話隔魁蘇貞昌 說目前狀況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呼籲隔魁 要呼籲可以正視國人需求 不過隔魁則強調了 一切以保護國人健康為優先處理 結束三天兩夜廈門行 國民黨金門立委陳玉珍 到對岸談小三通複航 一回國就被媒體團團圍住 畢竟農曆春節將要到來 小三通迟迟未恢復 讓臺商們好交集 中國大陸對於小三通複航 是樂觀其成的 我們討論的非常的具體 包括了這個航道的安全 這個傳播的試航 還有如果到落地以後 各方面要怎麼做 就是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我還是再次呼籲這個蘇院長後 以民為念 不要為難自己的國人 還是要以保護國人 鄉親健康為第一 防疫到底是全國同步的事 不是一兩個人說了算 兩人隔空喊話火藥味十足 不過面對中國疫情政策 突然間大幅度鬆綁 內部疫情狀況模糊不清 蘇貞昌不敢掉一輕心 就怕貿然開放小三通 造成台灣和金馬離島 疫情大爆發 而蘇貞昌日前說開放小三通 會造成中國人來搶藥的說法 也讓朱立倫火力全開 蘇院長講的那個理由完全不通 如果今天我們有餘意 台灣可以幫助我們來幫助 中國大陸需要的一些藥品 我們也應該願意做 中國政府突然蓋牌了 那從其人民在排隊 發燒檢測治療 及告出在搶藥品 我們覺得事情不太妙 中國疫情狀況不明 小三通開放問題 有關台商反鄉權益 但也關係到台灣和金馬的防疫 一切還是得以台灣多數人的健康 和利益為最有限考量 記者陳思琦 陳明華台北 創造島 者 closed 不久 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